你对我拆眼睛 我可以不想 最好的 我看了 莫莫 先恭喜你啊 嗯 根据评委们的最终评选 现在我宣布 海棠奖的最终得主是 唐嬷嬷 现在我们恭喜新转设计师 唐嬷嬷 下面有请她上台领奖 我 也认我自己 爱的遥远的梦 是否要继续 总是在心里空了 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颜色 大家好 我是设计师唐嬷嬷 这件衣服叫做蔚蓝色的梦 她的灵感 其实任由我自己 可以选择 我 是一个色盲 曾经的我 一直试图掩盖自己色盲的事实 用正常人的视角 看这个世界 有何不可 把真正的自己 掩藏在所谓的正常之下 直到我遇到了一个人 这个人他告诉我 作为一名真正的设计师 就应该勇敢地表达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 做自己喜欢的作品 不能被颜色束缚 所以我站在了这里 向大家展示我的世界 这一路走来 我遇见了很多善良的人 他们会在我困难的时候 帮助我 或在我失落的时候 鼓励我 或在我开心的时候 不抱我 能够遇见他们 我很幸运 不过 我最想感谢的 为梦想相思 最愿意的你选择 我所为 只要喜欢 有何不可 谢谢你成了我最明确的色彩 谢谢你 让我看见了真正的世界 嘿 你对我眨眼睛 我愿意的 都在我中心里 你很不愿意的 你光顶不想 你不愿意的 我使命 他在你心里 那其他一切 我也有 不愿意的 因为我本身 都在你里面 来 你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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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觉 我感觉 这些事情